如何避免上台紧张?我有话要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艾玛士老师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关于紧张这个话题 7月和8月是各类Summer School比赛和考试比较密集的时间 很多学生利用暑假突击练习,然后8月参加考试 在每次上台表演或者是考试比赛之前 我想老师和家长们都和孩子们说过 不要紧张,放轻松,类似这样的话 可是说完不要紧张有用吗? 难道就真的不紧张了吗? 今天我们来把这个话题聊透 建议收藏本期视频,日后反复观看 首先什么是紧张? Chap GPT给出答案是 紧张是一种身心状态 通常表现为情绪上的紧张、焦虑或者不安 当人们面临重要事件、压力或者是任务的时候 身体可能会出现紧张感 这种紧张感会导致身体的反应 如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肌肉紧绷等 紧张可以是正常的反应 但如果过度或长期存在 可能对健康和幸福产生负面影响 应对紧张的方法包括放松技巧、调整思维方式和寻求支持和帮助 好,这里有几个重点 面临重要事件是身体反应会、心跳加快、肌肉紧绷 应对方法是调整思维模式 以我几十年的演奏经历和二十年的教学经验告诉大家 孩子们在紧张什么 他们怕弹错、怕忘苦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经验 就是明明在家弹得很熟了 可是一上台就出错 弹着弹着就忘了 要么就是上台表演的时候 比在家练的速度要快好多 完全控制不了 手不听使唤了 那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紧张的根本原因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家练琴和表演的时候 大脑的状态不一致所导致的 弹钢琴的孩子 个个都是多任务处理的高手 这里的这个多任务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超过95%的学生在练琴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绝对不是正在弹的曲子 他们基本处于一种大脑放飞的状态 想的可能是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家里的谁是谁正在干什么呢 哎厨房里飘的是什么味 今天晚饭要吃什么 又或者是正在聊天的爸妈 他们在说什么呢 努力的竖起耳朵八卦一下 当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做着各种各样的白日梦 眼睛看着摆在前面的乐谱 手还能不停的按着不同琴键 保持着恋琴的状态 这是不是绝大多数人恋琴的日常 有相同经历的弹幕扣一 到了要上台的时候 大脑意识到 这个时候要认真对待了 所以注意力会百分之百击中 可是问题来了 此时此刻的大脑究竟该想什么 凌乱的思绪突然变得无处安放 所以出现了心跳加快 肌肉紧张 手掌出汗 手指冰冷 害怕忘谱等等 这些身体和情绪的反应 都是因为大脑不知道此时此刻究竟该如何工作 肯定不能像在家练琴的状态了 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日常该如何训练大脑 无可厚非的是 练琴史专注力应该在乐曲本身 我们需要给乐曲加以自己的想象 把声音和想象的画面结合起来 所谓的音乐就是利用指尖 把想象的情节通过肌肉的组合运动和力量传导 转化为不同的音色从而表达出来 所以想象力和画面感是第一步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说音乐是一门语言 怎么理解这句话 其实就是要先想清楚 你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别人才能借由声音听懂你的意思 这和我们说话是同一个道理 要先知道想要说什么 再用恰当的文字说出来 那么在练琴的时候 根据乐谱上不同的肢体和声节奏型等等 赋予一些生动的形象 每次谈这些段落的时候 脑海里面想象出的是相同的画面 耳朵听自己弹出来声音 是不是和你的想象是保持一致的 那练琴的过程 其实也是在训练大脑产生相同的路径 所以当我们准备上台演奏的时候 此时的大脑已经不慌张了 它明确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 这个流程和平时在家练琴是一致的 当你有了强烈的掌控感 如此繁忙的大脑是没有多余精力去考虑紧张这个事儿的 好 下面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问题 上台表演为什么会控制不了肌肉会越弹越快 我们在舞台上演奏的时候 心跳的速度一定会比平时快 这不是什么坏事儿啊 此时此刻的我们肾上腺素很高 大脑异常活跃 整个人的状态是很亢奋的 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激素就有了超水平发挥的空间 我的建议是在练琴的时候要有自己数拍子的习惯 特别是在每首曲目开始之前要先数两小节拍子 大家注意数拍子不是听节拍器响几声 耳朵听是无法取代用嘴说的过程 只有内心的节奏感建立起来 整首乐曲的速度才能基本保持一致 而你在上台演奏的时候的速度 要比平时在家练琴的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当你觉得我是不是谈慢了 其实是和你平时练琴的速度基本是保持一致的 原因就是此时此刻你的心跳速度要比平时快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觉得上台速度和在家练琴的速度是一样的 那往往就是你平时谈的要快了 所以很多快速跑动的段落 你的技术不足以支撑你完成整个段落的演奏 就会出现手指不受控弹不匀这样的状况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避免紧张的两个重点 一日常练琴时要给大脑分配工作 固定思考流程 让每天的练习和上台演奏的状态尽量保持一致 二上台演奏速度比平时练琴的速度要稍微慢一点点 比如说一个曲子 你平时是用120的速度去练 那么你上台演奏的时候尽量用到114到116 是较为稳妥的速度 另外我还有三个小tips分享给大家 一是dress rehearsal会很有帮助 二是善于利用手边的设备录音或录像 训练自己专注力的同时 还可以知道练琴的时候忽略了哪些地方 三是在家练习完整演奏时 先在原地跑几分钟 有意地让自己心跳加快 然后立刻回到琴上 这样刻意训练自己的控制力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 欢迎点赞分享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见